大家好呀,我是清风 家里有紫薯 看见有新鲜的纸山药 买了两小根 用剩下的饺子皮 加入一些芝士 做成了淡紫色的奶香小饼 把紫薯和山药去皮 处理山药的时候 需要戴上手套 因为山药中的粘液含有植物碱 如果我们的皮肤碰到了 会引起过敏而发痒 洗干净的紫薯和山药切成片 如果没有山药 就都用紫薯来做 把切好的山药和紫薯 放入笼屉里 大火蒸熟 我经常会买番薯 各种颜色都喜欢 它可以促进肠道的挪动 山药呢 是补剩的 把两种食材 用角质皮包一包 最大程度的 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趁热的时候 把它们压成泥 用叉子擀面杖都行 加入一些糖和牛奶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一会儿 线会变得顺滑 看到这个紫色 很像澳洲正开着的 jakaranda 取一些紫薯山药泥 安扁 把角质皮十张一叠 用擀面杖擀得大一些 放入一片紫薯山药泥 加入一些马叔里达芝士 再放一片山药泥 然后用角质皮 把它们包起来 包的手法就像捏蚕子 没有那么多讲究 包起来就行 收口的地方捏捏紧 留在上面 不用去掐掉 平底锅或者电饼档内 刷一点点油 放入包好的饼 中小火烙制 我用的是电饼档 老的 没有中小火之分 煎约两分钟翻面 然后加入一些水 量不用多 盖上盖子 焖两分钟左右 煎至两面金黄 可以出锅 一锅香气适宜的紫色小饼完成了 咬一口是软软的口感 营养好又拉丝 然后再次准备